2022跟你在一起 欢迎您欢迎今天的都市生活会 大家好 我是天阳 贷款买车在如今很常见 不过沈阳有位车主 买完车不还钱了 车也找不着了 结果给人家担保的公司坑了 宋先生说 他们公司是做二手车贷款的担保公司 也就是车主与银行之间的中间担保人 据他介绍 有一台车从卖出去没有三个月 车主就不还贷款了 这车它是在二手车市场 然后是贷款 由我们担保买的车 是大概19年7月份 然后它没还几个月 就逾期了 人一直联系不上 它分多少期 每期还多少钱 分36期 每期的话大概是1000多不到2000 宋先生说 虽然说这笔钱算下来不到6万块钱 但毕竟是做担保嘛 所以在卖车做贷款之初 公司都是会对车主的经济情况 有一定的了解 才能去做这个担保的 他们也是没想到 会是现在这样 裁车两空的局面 当时肯定是我们银行 包括我们担保公司审核是通过的 认可它这个征信 我们才帮它做这个担保 但是这个情况的话 也不是我们想看到的 它就是还不起这个钱了 但是如果说基金能配合我们 还款跟我们沟通 其实也不至于走到这一步 这个也不是我们想看到的一个结果 人找不到 然后车上GPS呢 也联系不到了 也已经离线了 这可咋办呢 人失联 车上的定位系统也离线了 是被车主刻意拆掉了 还是什么原因呢 宋先生说 他们公司也很懵 没办法 只能起诉了 被执行人吴世炒 他是通过银行贷款 然后购买了这个车辆之后 有申请人给他做的这个 就是抵押 然后他还不了银行贷款之后 申请人替他偿还了银行贷款 所以现在申请人是向他行使 这个追偿权 这起追偿权纠纷案 沈阳市铁锡法院 于2020年5月20日开始受理 法院经过审理发现 2018年9月6日 被告吴某某作为借款人 被告胡某某作为担保人 与原告公司签订了汽车分期付款 担保服务合同 约定被告吴某某因购买车辆 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黄姑之行 申请贷款人民币57,900元 原告公司为该贷款提供了 无限连贷责任担保 被告吴某某所购买的车辆品牌为东风 后因被告未按期偿还借款 原告于2020年2月22号 贷被告偿还5,700元 又于2020年4月21日 贷被告偿还47,800元 共计偿还53,000余元 原告沈阳永祥鸿生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起诉被告吴某某及其妻子胡某某 归还53,508元的购车贷偿款 然而案件进展却始终难以推进 这又是为什么呢 吴世超本人之前没有联系过 他是那个诉讼的时候 就是公告送拿的 然后一直也联系不上 法院认为原告作为担保人 贷被告吴某某向工商银行 偿还贷款53,000余元后 有权向其追偿 法院最终判决 被告吴某某 与本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后 10日内 给付原告沈阳永祥鸿生汽车销售 有限公司 贷偿款53,508元 以及相应的利息 同时被告胡某某 对第一项第二项判决内容 承担连带给付义务 如二位被告 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法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旅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 好在在案件判决的一年之后 被执行车辆有了线索 那个我们前几天 接到了这个申请人提供的线索 说发现了被执行人车辆 在康平县的一个宾馆附近 然后今天我们就驱车前往康平 采取扣押车辆的执行措施 法官也表示 这起案子从开始受理 被告就一直缺席 到了执行阶段 打电话对方不接 送达法律文书 也没有收到任何的回音 然后我们也是过了很长时间 大概已经有两年了 在几经周折找的这台车 然后我们立马联系了 这个铁锡法院 在判决过程中 人找不到 车也找不到 那这里边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尽管花费了不少时间 最后还是有了这台车的线索 得到线索之后 法官们刻不容缓地采取了行动 2021年12月29日 沈阳市铁锡法院执行局的法官们 前往康平某宾馆 准备查控涉案车辆 法官们到达宾馆后 便在门前发现了一辆 聊A牌照的东风汽车 和判决书上提供的车牌号码一致 车型一致 基本可以确定 要执行的就是这台车 然而此时车上并没有人 法官们一时之间也无法确定 开这台车的 还是不是被执行人吴某某 在车辆前挡风玻璃处 法官发现了一个电话号码 那么电话另一头 会是吴某某吗 今天是通过在车辆前面 看到了这个电话 然后我们拨打了之后 也是一直都没有人接 为了不打草惊蛇 法官决定先到宾馆前台 打听一下再做定夺 前台的这位工作人员 对待法官的问话有些懵 随后一位宾馆的负责人走了出来 他表示 法官所说的这台车 应该就是他们一个员工的车辆 申请人是只是告诉了我们说这个车辆是在这发现了 然后因为这个车辆停在了该宾馆 就是外面的停车场 所以我们就到宾馆调查一下 看看是否知道这个车辆车主的线索 结果这个宾馆的相关负责人 打付说这个车主可能是他们的一个员工 通过这个宾馆的负责人 然后给他打电话之后 才联系上他 那么电话接通后 吴某某能回到宾馆 和法官们面谈吗 他来不少人家 这不是说他能回来的吗 那咋的 你是回来吗 活干啥呢 你跟他说话呀 你欠就是永祥鸿生 那个车款 对方已经就是起诉了 判决也生效了 现在申请强制执行 你现在能回来吧 我也可以回来 怎么呢 我也能回来 那你多长时间能回来 那我们找一个别的地方吧 可以吗 你先过来吧 过来了 然后咱们再说 行不 因为你在那 我们在那上班 不影响我们老板 你快点回来 不影响了吗 你回来吧 咱们就找地方解决去 我们在这等你 我得一个几小时左右吧 行 你就尽快吧 好嘞 你们是哪的 铁锡法院 好嘞 你那儿找我吧 行 来 你们 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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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你帮我 赶紧开到别地 你人在哪 你上别地 不用 你让人给我 大约试试 你谁开 你说付加纸 你开手 他说到哪天 就到哪天 他就付加纸 走吧 走吧 走 走 为了减少 对被执行人 吴某某 就职单位的营党 一行人 找了一片空旷的地带 一起下车协商 今天是能偿还欠款 还是扣押车辆 抵偿欠款 就是这种 还有协商的余力吗 那我们先把车扣回去 然后你再跟申请人这边 这种情况我是怎么说的 慢慢协商 我那个 你这车全也不够 全也不够 现在卖能卖多钱呢 看看你请问一下 就是正好雇价 一方也三万块钱左右 三万块钱左右 雇价才三万块钱左右 对 申请人对车辆的初步估价 是被执行人没有料到的 他觉得买车时候花了不少钱 怎么走到拍卖 就会变得这么便宜呢 对 本金五万三千五 五万三千五 然后还有从2020年2月份开始 有这个利息 利息具体的金额 这个得按照这个判决的标准 给你计算一下 还有相应的诉讼费和执行费 怎么也得六万多块钱吧 被执行人吴某某表示 加在一起六万多的欠款 对于他来说 偿还的压力有些大 他希望和法官和申请人 坦诚地商量出一个最好的结果 这种我是说说白了 我现在就是没有偿还能力 因为我现在就是疫情以后 你知道吗 因为我之前缓了三个月好 之前我家里出了很多事情 完疫情又赶上疫情 所以我的资金链全断了 然后就断供了是吧 对 全断供了 因为我这车属于自换车 当时我那车是五万一我买的 买没有开一年多 我那其实稍微体 有点好软嘛 我现在上那个灯塔 那个台湾换个车 换车他说自换车 那个车是可我两万五 两万五这七万五 我礼拜里我又交了两万多 礼拜里我花了四万多 这车我到手就九万多 说了半天 吴某某还在纠结 两年多以前买车的后悔经历 这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了 一年是哪要是控制 我明白我明白这意思 你们车都收拾干净 对对我明白 因为卖完了以后不够的再数 你先稍微收拾吧 就这种要偿还能力 比如说要是协商 要是偿还的话 这个什么时候才能说拍卖呢 这车 后会就拍 但是在评估拍卖期间 你还是可以跟那个申请人这边协商 比如说这种协商 我要是在网上呼召 怎么样 我把这个车我自己卖呢 可以吗 不可以 不可以 查封的东西怎么自己卖呢 比如说我要自己 我说说卖 比如说卖六万块钱 我就说比如说 你说你不说三万多块钱吗 是不 嗯 三万多块钱 我说比如说我卖三万多块钱 我要是通过个研 我要卖四万块钱呢 我不能多卖一点吗 对于被执行人吴某某的心情 法官能够理解 因此法官们也将这里面的关系 梳理得很明白 吴某某可以自己卖车 但是要把车款先挤付完毕 才能将车提供给买家 我自家好像还给他倒过九百 这种东西就有记录网是吧 就之前我说有一段时间我没有钱了 我说多少我还点 这种记录都能查得了吗 你刚之前曾经偿还过签款的话 你可以提供那个证据材料 往我们申请人这边核实 如果确实他们这边收过 你之前的还款的话 我们可以从本金里扣除 全知陈吉铁棍山药粉条 产自山东合则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富含燥干 氨基酸 蛋白质 六百年古法传承 无添加 五斤铁棍山药做出一斤粉条 面而甜 软而糯 筋道爽滑 酒煮不断 必备家常菜 百搭山药粉条 两百五十克一道 六道只要五十九块九 十大桩 加送两道 扫描二维码 关注都市频道 都市生活会 微信公众号 找到都市会 尽享好诗会 这个吴某某当初贷款买车不还钱 如今被法院找上门才知道着急了 他还拖欠本金五万多块钱 还有相应的利息 现在看来车辆即使拍卖了 恐怕也不够偿还总共的欠款 那剩下的咋还呢 比如说我现在车卖了也好 我欠款 我现在没有能力偿还 为什么 什么后 我起码会申请拘留 拘留多长时间 你这边就是 因为我现在我刚刚缓过来 去年手还碰一下 现在我觉得我不可能通知我父母 我父母现在身体一点都不好 如果是告老头老太太 余家就不容易就是过去 你这边是积极偿还 积极偿还 然后你哥也跟申请人这边打扰 对 我现在我不管是欠 你这个部份收入慢慢去还 我现在我说实话 不管是欠你们 我银行我都欠老了 我就有啥出场 我也不想因为欠款 影响我家孩子 从交谈中得知 吴某某对于欠款不还的后果 还是很清楚的 可是光清楚不还钱不行啊 今天你把车轻孔了 把车拉走卖了 卖了你再挣多钱 完了你现在还过来 你就说原告人家有他电话吗 你一个人还那一钱呢 是还两钱 那是还五百元 你看你能力还吗 我们得由评估公司 来评估这个车辆的价值 然后根据这个评估报告 我们来进行在网上进行 也不是说他说三万 就这车就只能卖三万 这是他们预估的价格 但不是说真正评估报告 已经出来了 我就说实话 就是这车当时我就是 我现在我要卖就卖抵押车 也能卖两万五 现在这台车已经是法院 查封的法拍车辆了 如果吴某某擅自抵押出去 那可是违法行为啊 但是执行法官 为了能让这台车 卖出更高的价钱 也给吴某某出了主意 如果要是你自己能找到买主 就是你这个价格 能比评估的价格 更高的卖出去这个车的话 也可以 你把这个卖车款 存到法院账户 或者是直接给付申请人 申请人同意的话 我们也是认为你这个 用这个卖车款来 来抵偿债务了 这样也可以 而且排卖还有台价呢 不是说你凭两万就卖两万的 这样还得排价呢 有可能 还有可能利价成交 两万排可能三万块 排出去那不一定是 这都不确定 因为现在没法说这个 如果是比如说 现在我就是 还钱 还钱我只能说 能不能说一点一点话 你跟他说不可以 跟申请人协商 不可以 他申请人是否同意 因为你这个侧业相商 我们肯定是要叛了 因为你要是 不是 比如说 就是我拍卖 我现在没有钱 你就查我账户都可以 全是富庫 比如说现在 比如说你就拍卖了 就是协商以后 我说你说 咱俩就是车卖了 比如说卖三万 比如说卖三万 这种情况下 比如说我要是 还缺三万 我这种三万 我必须得一次拿行 正常是 正常是 但是咱俩 比如说现在正老多人 咱俩有没有协商的余力 你要如果你要 要我拿出赏 我现在我应可居住 我主定拿不来 可以协商 我就有啥数了好的 对 我不是说 你先让我把车 现在正常轴盘盘留场 对不 剩下可以协商 可以协商 这些后来都可以协商 申请人表示 剩下的钱当然可以协商 但前提是 这个车得赶紧卖了 毕竟车拖的时间越长 对成交价格越不利 车属于一个消耗品 它是19年买的这个车 当时贷款算上利息 然后又没还几期 所以说现在应该是 不够这个价格了 包括我们起诉 诉讼费用 剩下的欠款的话 我们想车排卖之后 看具体价格 再跟这个执行人 再沟通一下 看他怎么还 怎么还款 如果说他还是 拒付还款的话 我们还会进一步 采取法律措施 这个维护我们 这个合法权益 车辆扣押回来之后 会你进行评估拍卖 由第三方评估公司 对这个车辆的现状 进行勘查 然后做出评估报告 之后会给双方 进行送达 双方都对这个价格认可之后 我们会采取 司法拍卖的方式 将这个车辆变线 然后用以偿还 这个案子的现款 终于双方在把话 都说清楚之后 被执行人吴某某 开始收拾车内的个人物品 我想问一下您 就是现在的工作的收入来源 是靠啥的呀 上班正习公家是吧 是那个今天咱们去那个宾馆是吗 是在那上班 也不是临时点都是 给个警戒钱 说白了 我那时候我老让有病了 完警戒就是疫情 投资失败了 一下全给我干的 啥也不是现在 现在就是给我干 完警戒去 去年刚刚上班手还碰了 手干涉了 就是现在吧 就是我并不是说 每个人都是想还车 居然你想开这车 就没有说逃避 对不对 真的我要想不还这车 我直接把疫情还塞了 你愿意找找去呗 是不 现在就现在这车 我要上那下去 别人都问我了 说两万五 第二车就两万五 我不可能卖 因为我还有家庭 还有孩子 对孩子不想有什么影响 真的作为领导 以后咱俩沟通也是 你就理解我一下 我并不 你欠人钱 不可能不黄 对不 对于被执行人的难处 申请执行方的工作人员 也表示理解 买车之后 可以具体研究 分期还款的方案 回想一下 吴某某如果在判决下来的时候 能够第一时间找到法院协商还款这些事 不拖这么久 第一车能比现在更值钱 第二欠款的利息也不会越涨越高 也许吴某某当初没有偿还能力 但是没有偿还能力 也要主动联系法院和申请人 拿出还款的态度 躲是躲不掉的 不管哪一笔欠债 执行法官有一丝一毫的线索也不会放弃 没有人能逃过法律的执行力 说沈阳的莫先生 在多年前帮人返修厂房 活干完了 但是还剩四十多万的工程款 对方说啥就不给了 而且一拖就是十年 官司也打了 判决也下来了 钱还是没到位 那这个厂子拖欠工程款十年 是没钱还呢 还是不想还呢 莫先生所说的这处厂房 位于沈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新民屯镇 北三台子村 执行法官刚进入到执行现场 工厂的门卫大爷 就拦住了法官的去路 开发区法院执行局的 这是那个海涛锅炉 那个什么府级制造公司是吧 对 老板在不 不在 放假来了 你说这谁负责 这没有人是我一人来的 你是干啥的 你是干啥的 看大门 联系人能联系上吗 联系人打电话 打电话跟你老板联系一下 对 老板是啥名 金长龙 金长龙 金燕秋是谁 金燕秋是他爸 是他后领 你联系 对 门卫大爷跟执行法官说呀 现在厂子都已经放假了 负责人还有工人都不在工厂工作 整个工厂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在 随后门卫大爷给现在的负责人金某某打去了电话 你来一下来黑鹿家那边的 安装的 那现场别的负责人呢 没有 都放假了就我一人来的 我就干大门 这是干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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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咱们住住的地上 这是别的老板 住给谁了 你这厂房住住几家了 现在 就他一家 就这一家 现在再用这一块空白地吧 对对 然后那厂房那里头呢 那那头是那个坐楼板的 那是二老板住的 那不知道了 二老板住住 这里还不是一个老板住了算的 对 这哥俩分假了 原来是一个老板 老头死了 我哥俩分 现在那个法人叫什么呢 金什么金鑫球啊 他去世了 金鑫球也去世 原来人海涛过了嘛 金海涛去世了 金鑫球是个儿子 对 然后那个你说 刚才说的那金什么厂 金鑫龙 金鑫龙是谁啊 是在世代老头孙子 孙子 你就是金鑫球 和什么金鑫龙是父子吧 对 哦 门卫大业告诉执行法官 现在这个工厂 是由工厂的法定代表人 金鑫球的两个儿子 实际经营 场地也租出去了一部分 干这个厂房的时候 大概是在哪一年 07年 07年 我们干厂房房后 我会订300多万 不到400万 申请人莫先生说 在2007年10月份的时候 沈阳海涛锅炉 辅机制造有限公司 就找到了他 让他们的工程队改造厂房 厂房改造的费用 大概350多万 而这笔钱都是莫先生这边 这笔钱都是莫先生这边 垫富的 然后他搭一手 他说当时投资建厂家说 手里没有那么多钱 生产以后 把路具给点 路具给 莫先生说 当时金鑫秋找到莫先生 说他当时一次性拿不出来这些钱 但是工程赶着干 金鑫秋这边钱也紧着给 工程也算平稳地干完了 大概给过咱多少钱 给过我300多万 还差多少钱 还差我47万 这工程款的大头 海涛锅炉这边是没差过 可是就等着40多万的尾款了 这钱就说啥不给了 他父亲退居二线以后 到他二手就不给了 他父亲大概是什么时候 那个退居二线 然后退居 在12年左右 12年到13年左右 据了解 之前一直都是金鑫秋管这个厂子 钱呢虽说没一起给 但是陆陆续续的从来也没断过 可是直到2012年 金鑫秋退居二线 尤其儿子管事之后 剩余的40多万欠款 就说啥都不还了 不给咱钱之后 咱找不着过这当时 找过 年年找 一年底找过两次三次 我还年年拖 所以今年拖到年底吧 所以今年有效 年底给你点 年底我要拖到明年 就是一年一年拖 拖来拖去 我找到他二人 说我这个账目不对 重新给我审账 往下磨 我说磨也行 你重新算吧 算完也还是不给 也没有钱 申请人莫先生说 他多次找过金鑫秋的儿子 跟金鑫秋的二儿子 算完账后 由47万变成了45万 莫先生也同意了这个数 可是重新兑完账后 一会儿几年又过去了 这45万 这45万仍是一分钱没还过呀 这个金鑫天对于咱来说 对咱生活有什么影响 这没有影响呢 我的家底就在这儿呢 多少年了呢 咱们一个农民家打工 除外打工 靠挣点钱全压到这里 申请人莫先生说 自己实在是忍不了了 于是在2021年9月 将沈阳海涛锅炉 辅机制造有限公司 起诉到了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法院下达判决 要求沈阳海涛锅炉辅机制造有限公司 在判决生效10日内 还清欠款45万元以及利息 可是判决是下来了 沈阳海涛锅炉辅机制造有限公司 并未按照判决履行还款义务 于是莫先生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 本院于2021年10月14日受案执行 执行受理之后 本院向那个被执行人 发出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 被执行人在规定期限内 既被报告财产 也被履行这个生效法律文守的义务 本院通过这个网络查控 暂未发现被执行可控执行财产 沈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执行局 在接到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 委托执行书后 立即对被执行人 沈阳海涛锅炉辅机制造有限公司 展开调查并下达相关手续 可是被执行人仍是无动于衷 于是执行法官决定不等了 准备上门对这家公司进行搜查 执行法官准备对涉案公司进行搜查 随后就发生了片子刚开头的一幕 执行法官了解到 涉案公司有一部分场地被出租出去了 既然对外租厂房 那就是有租金收入的 那有钱为啥不还钱呢 文卫大业告诉执行法官 租出的部分负责人正好在现场 随后执行法官找到了该名承租人 是一个海啸锅炉这个飞行人 我不是这儿的 我知道 他的这个厂房是租给你 给他干活啊 对 你啥时候租的租多长时间 我前年租的 租完始终可是存货也没动呢 就租在这一块吧 对对对 他厂房里都有吗 没有 你就租在这外边的场地吧 对对对 租金多钱然后怎么付的 租金年付 租用场地的负责人说 他们是前年才开始租用的厂房 门前的这处厂地 但是具体租金多少钱 他就不是很清楚了 然后那个这里边哪些东西是你的 这个天雕是谁的 天雕可能是就 这边都是厂房的吧 不是你的吧 就是咱们以后可能 你就是用这个地 是吧 不过他那个 给你东西绑的我的意思 我这片空地这片东西都是我的 就是都是我们的 天雕呢 就是我们租前这块地就是空的 天雕都是你自己啊 对就是我们租地 就是这块后边那黄的呢 那边不是啊 不是我们的 就是这个铁轨什么天雕 还有这一些建筑物 就是这些地 就是从哪呢 从那个黄的往这头来 这片全是我们的 就是从那边空地似的 就是从那边空地似的 那黄的不是 对那黄的不是 那边那黄的不是 对对我只是这一个 就这两根轨道家这个都是 行 在那里给我留个电话 那我说我还有一点 租用场地的负责人说 他们当时租用的时候 就是一片空地 地上的物品 还有轨道天雕 都是他们后安装的 然后你们那个租租 啥时候到齐 那我这这种东西 你这回去了解一下 了解完之后啊 我给你打个电话 然后那个下一步吧 因为他这个 你作为这个贝职人啊 控管 这场呢 我们可能下边才有措施 可能就得出口这个场地上 我这边没事 你这边 我得看你这情况啊 就正常出口的 你租租租 啥时候到齐知道吗 肯定是没到齐呢 好 多长时间 不是三年就是五年 还有三年啊 一共签了三年 不是三年就五年 第二年 这是第二年 一年或者两年 对对对 然后租进 那个今年的付完了吧 今年到租现场仙里负了吗 没付呢吧 今年的还没付呢 没付没付 具体多少钱 然后租到谁 我再给你了解 好 租用场地的负责人说 他们的租期还没有到 具体情况 他回家问问自己的母亲后 再来答复执行法官 承租者这块 如果说 特别是真实的承租合同关系 咱们这边对这个承租人 这个如果有交货的租金 与下这个协助执行通知署 这个冻结这个背景人 那个租金这个受益 这个租赁期间 允许这个租户 进行正常的那个活动 执行法官向承租人 了解完情况之后 准备对厂房进行搜查 进入到厂房后 法官发现厂房内 有工作人员正在装车 都干活的吗 这谁给他干活的 拉姐的这法国 这是你们厂的生产的 你们是怎么那个设备 你们拉哪去要准备 拉哪 我不知道 你就是物流运输对吧 对 那你们老板在不 老板不在这 老板都不在 全部都放假了 老师说 门卫大爷不是说厂子停工 工人都放假了嘛 可是怎么还有工人在装车呢 这是怎么回事呢 随后执行法官跟金严丘 打去了电话 喂 您好 您好 是金严丘是吧 对 我是那个沈阳经济开发区 法院执行这个卢法官 什么看呀 这边有个申请人叫莫长发 起诉你这个海涛锅炉 这个腹地制造公司 有个案件知道不 知道啊 有个四十七万的 这个钱你们公司怎么旅行啊 这个你找他们的律师吧 找你们哪个律师 你们法院有他的 有他哪儿嘛 金严丘跟执行法官 说他们已经把这起案件 交给律师了 有什么事 执行法官可以找他的律师 进行沟通 你这样啊 你是这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我们现在找你 你咋我事 我全家托给那律师了 你就找他就行了 他怎么执行怎么算 你们得履行这个义务啊 不是说让你律师 替你履行的义务啊 我一定没有委托他了嘛 已经承认交给他了 你委托他没有用 我现在在那公司厂子呢 你要是这边履行不了 我就查封你公司下边的 这些设备东西了 财产了 你查封不查封 你这边律师这边还还管上诉呢 你查封有什么用啊 你就是说你现在 你现在这个判决不已经是二审了吗 你二审我还有搞人的嘛 人家管上诉呢 你现在就是说你申请再审了呗 对 行我现在跟你 你嘛是无聊 我现在已经是上诉 新年秋表示 自己已经委派律师处理这个案子 并且已经向省高院提起上诉 我现在跟你说啊 就是根据法律规定 二审判决下达之后 就已经生效了 就可以强制执行 你申请再审是不影响我们执行的 知道吗 你执行不执行嘛 我这边换申请的 我的律师 把你给律师接纳 打破这事 那你这边 你就让律师给我打电话 今天我就对你们厂环里边 设备已经查讽了 有意义 倒反正提一意去 好不好 听听门 怎么你说 我说我今天就对你厂房内的设备 进行查讽 如果说你有意义的话 你就是上我们法院去提制执行 一意去 你查讽不行 你为什么要查讽呢 你判决生效了 你们不履行啊 我怎么不履行了 那你 那你怎么履行了 我听听门 你怎么履行了 没告诉你 我没有律师给你打电话吗 那你让律师给我打吧 你让律师给我打电话吧 好 好嘞 那你电话说多少啊 谁知道啊 这个手机号就是 我给你打过去的 这个手机号就是说手机号 好 我要律师给你打 让他给我打吧 好嘞 好 挂断电话后 执行法官进入工厂内部 查看执行现场 这时被执行人的代理律师 给执行法官打来了电话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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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那个海涛过炉的那个代理人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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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之前嘛 这个案子看 收到那个啥 联系的之前那个 医生没打通 然后年纪就说 他这个案子是啥呢 我是这样的 就是现在吧 我们 我跟那个当事人那边吧 也都共通好了 因为啥 跟哪个当事人 是申请人还被执行人 就是被执行人 海涛过炉这边 然后呢 我们这个案子吧 现在申请再审了 再审了之后呢 已经离案了 然后那个票子也给就是说 唤票也给我们丢过来了 再审了一下有没有终止执行裁定 那个没有 没有 包括没有 嗯 没有是啥呢 因为我想的是啥呢 就是我们这边吧 就到最后 因为再审的时间不也是短嘛 也没有多长 嗯 然后呢 如果说这边的话呢 如果我们收不成 到最后 如果我把 我们可以把这个签线执行裁定 但是不还得执行为软嘛 嗯 然后因为他这个吧 也是就是说 相当于说个人 我想这个话 就是看能不能再给人点时间 要如果说这边 这个事儿 如果说再审没有成立 嗯 然后呢 我们直接就旅行就完了 你看这样行吗 嗯 被执行人的代理律师 跟执行法官说 他们已经申请再审了 希望执行法官 再给他点时间 等再审结果下来之后 再执行 嗯 不是我说你这样行不行 因为你这个再审 再审期间不影响执行 对吧 我这边呢 今天我也到现场来了 啊 因为我之前给过你们的一个 那个公司员工打过电话吧 他那边就是 不管那事儿了 还怎么的了 然后今天过来了 然后看你们公司里边 有几个设备 我们今天呢 就先给你这个设备 再进行插缝 哦 然后那个 正常这个 他那个设备 因为啥呢 他那个厂房嘛 是这样的 厂房后边上好几家 是在那 嗯 他那个设备吧 就我一会我也问一下 是不是张工具 你这样 我这边呢 我会贴那个张贴这个封条 清的插缝公告 然后任何人对那个插缝 那个执行行为有疑 也可以到我们反正 提出执行的疑 好吧 行 那没问题 那没问题 行 好 那我再问一下 好 我要看看啥情况 到时候再跟你联系吧 好的好的好的 你怎么称呼 叫啥名 我姓杨 杨律师是吧 好嘞好嘞好嘞 好嘞 被执行人代理律师说 工厂内的设备 不全是他们工厂的 还有其他工厂一起使用的 不宜进行查封 执行法官也告诉对方 如果有异议 可以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 说完这些话后 执行法官对场内的五台设备 进行就地封存 并在设备上张贴了封条 经过这个查封之后 在公告期15天之后 如果没有人提出执行异议 本案将对这个查封设备 进行评估拍卖 然后是这个案件的发展情况 再决定是否采取 下一步的强制执行措施 执行法官说 对于被执行人提出的 设备不是常理的这个情况 可以向法院提异议 如果法院采纳了他提供的证据 可以解除查封 否则下一步准备 对涉案的这些设备 进行评估拍卖 抵偿所欠债务 如果设备价值不足以 偿还给申请执行人的话 下一回还会继续查封 涉案公司名下的其他财产 来兑现申请执行人的利益 为于咱们辽宁葫芦岛的 新城古城有着500多年的历史 在冬日里 这座古城散发着别样的魅力 节目最后一起来看看